痔瘡是困扰民众的疾病之一 高雄有一间痔瘡诊所小有名气 不过却遭到网友爆料 网友表示这间痔瘡诊所疑似有密医 甚至没有张贴医师职业执照 胡说八道 怎么说胡说八道 我们的执照就挂在箱壁 它自己没有看到 网友在网络上po文表示 痔瘡疑似有一种治疗痔瘡的方式 叫做干燥疗法 做完就根治痔瘡不会复发 不过当网友问起手术细节 诊所却不愿夺做说明 有其他层道诊所看诊的民众 回想起看诊过程 也觉得好像有点奇怪 听我口述我的病况 医生就一直鼓吹我 手术要开刀 要是在我耳边 很小声的跟我讲说 你这个状况根本不用开刀 叫我去大医院看诊 那个言笑之意好像就是 他知道他的老板是密医 干燥治疗就是 那这个治疗的方式是合法的吗 合法的啊 朋友朋友问指出 医生跟他说 做完就根治不会复发 不过其他医师却不这么认为 橡皮筋结杂这个手术 其实在脂肛科是 很多年的历史了 只是现在可能用的人比较少 就不复发吗 不会一定会复发 对此卫生局将吴玉锦派员 至该诊所击查 看看这间诊所是不是真的有密医 目前还无法确定 网友指控是诊试假 相关细节还有待后续离清 明镜新闻庄说题 留言节高速是报道 Covid-19来势汹汹 明镜新闻为您提供 最正确的防疫资讯 赶快拿起MOD遥控器 自选50 自选20 加入明镜新闻台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